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合时宜不合时宜吧 大家姑且听之 我也姑且讲之 海外民运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一直认为它是有的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但是到了2020年开始 我这个看法有改变了 就是经过30年 海外民运没有发展壮大 仍然处于1989年后 1990年那种状态 原来还有轰轰烈的 大的组织 中国民连 民阵 还有学四联 还有这个后来又合并 两个合并合成三个 搞个时候民连阵 随着这个时间推移都逐渐示威了 民主党在哪里呢 还有什么学字连呢 就更是已经 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说海外的民运呢 还存在 这已经不符合事实了 当然这个力量还是在 但是到2020年呢 我觉得这个海外的民运人士啊 有一次很大的分化 就是它分化不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啊 而是因为美国的两党选举 2020年呢 美国这个拜登啊 跟这个川普啊 这个竞选总统嘛 那么最后呢 这个造成海外的民运人士啊 这个一派是支持拜登 一派民主党 一派支持这个川普 共和党 那么造成一个分化 分化也不要紧了 大家在海外 我们到美国啊 也就是为了图一个 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嘛 你支持谁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都是美国啊 所这个自由 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所赋予你的权利啊 都没有关系 问题呢 在这个华人里面 中国人里面啊 包括海外民运人士啊 这个一分化就势不两立了 势不两立 这个直到现在啊 这个仍然是 把对方啊 视为好像不共戴天的敌人啊 我是支持川普的啊 我跟你讲 那么我不知道支持拜登的人 到底受过这个支持川普人 多少侮辱 多少辱骂啊 我是受过很多辱骂啊 什么化川粉这都不要紧了 什么既又蠢又蠢又 又 既坏不是非坏既蠢啊 非蠢既坏啊 这个什么 这个脑子脑残了 脑子被驴踢了啊 什么 非人民文明的 非人类啊 低文明的非人类啊 最后死光光 这个我都是挨过这些骂啊 这个甚至他每次骂你呢 还要还要这个都加上什么 这个生殖器啊 还有排泄物加上这类词 哎呀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很很麻烦的 就是如果是海外民运呢 大家本来都是反共是共同的啊 都是对中啊 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势不两立 直到现在啊 仍然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啊 这个支持川普的人 恨支持川普的人 甚于恨这个恨这个川普啊 当然我不知道支持拜登的人 川普这边的人啊 到底是怎么骂他们 我现在我没怎么听到啊 我当时会有骂的啊 反正我是没有骂过啊 而且甚至前年呢 还有人说要要把 要要要要要 要把请我写文章的这个单位啊 来把我开除掉啊 就是还要把你饭碗给你端掉 这类事情啊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大的分化啊 这个分化不是为中国问题分化啊 当然这个间接的中国问题 实际上这个为的是一个 美国两党的选举啊 你可以持有各种观点嘛 但是不要骂人啊 第二次分化 就这一次啊 就是俄乌战争 又分化了一次啊 支持俄罗斯的跟支持乌克兰的 这个又分化了一次 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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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圈里 我有个朋友啊 很好的一个朋友 以前在跟我在一起在海南工作的啊 这个在海南日报的东西啊 哎呀他天天就发这个朋友圈啊 骂人也是骂我刚才说那些话了啊 什么什么低文明啊 什么什么玩意的 就是骂骂骂这些话 这个这个我觉得又又是很难 他说我不是光骂你啊 这个骂的是所有 那我是我也不得不对 对号入座啊 是不是啊 那当然也包括我嘛 而且不能这样讲啊 这个支持某一方面的人啊 他们都有些自己的思考啊 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倾听一下对方的这个这个这个 观点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海外民运来做的 但是我没有这个素质 没有这个素质 经过这两次以后啊 我觉得海外民运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啊 一帮圣贤是一帮骂人的人啊 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下去了 中国民运呢 就已经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你现在到现在为止啊 你说有没有 你敢说这个 有哪一个敢说这个1月6号 冲击国会是民众行使 他的民主权力啊 要求这个1月6 2020大选的真相吗 你敢说吗 你要说的话 马上一帮人就扑上来 把你撕咬了 撕咬的粉碎了啊 这个也是在这个里面啊 也是新年暴力 我觉得这个海外民运 到了这个地步啊 这个国内的事情啊 更能迷惑人啊 不解决制度问题 不容讨论啊 不容讨论啊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什么习下理上啊 这些问题 大家只好不讨论啊 不讨论啊 那么海外民运 现在不存在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将来 在中国的问题上 你总得去解决啊 是吧 所以我们应该探讨啊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怎么样子 来谈论中国的问题 这个到底对国内啊 这个发生 二十大前后啊 在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我们应该怎么看 当然我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现在国内的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啊 前一段啊 就是发生的什么政变的言论啊 还有什么什么这些的 我们是怎么看待 是一概的加以否认啊 否定啊 说他们都是 不管谁上台 都是坏了一个啊 那么还是我们要如实的看 在现在的形势下 怎么样对待国内的 我觉得还是 有一个问题啊 可以提出大家思考啊 我也不怕人家骂了 是不是啊 就是说你对体制内的啊 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这个 它不是铁板一块的啊 它总有有分化出来 对体制内的改革派 或者是跟现 它尽管不是改革派 跟现在习近平这个集团啊 是对立的有矛盾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以合作 加以利用呢 是不是啊 那么有人讲 就是这个 这个你如果制度不解决啊 那么你谁上台都是一样啊 那可不一定啊 苏联呢 就是一个戈尔巴乔夫 就把他掀翻了 当你说苏联是 里根呢 跟撒切尔夫人 他们是外地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 从赫鲁晓夫开始 就铺垫了啊 这个批判斯大林 一直到戈尔巴乔夫 一直到叶利钦啊 一直到普京 没有这么一系列的人努力啊 苏联这个制度啊 他不会倒台的 还是他们体制内的人啊 这个来起作用 人呢 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个体制 这个制度是重要的 但是制度是人建立的 也是人可以摧毁的 是吧 因此在他的制度之内啊 他如果有这种 可以寻找他的这个 弱点缝隙 寻找合作者 我觉得是可以去 去探索这个事情啊 这个不要一说这个 你就是我 我是不要 我不在乎了 是吧 但是你先一说这个 你是什么 保共改良派 是吧 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 在体制待过 都不是好人啊 暴虫也不是好人啊 连暴虫也不是好人 有人就骂他 成天骂他啊 是吧 那么蔡霞出来了 一个老大姐啊 出来了 他很不容易啊 是不是 在体制内这种情况下 他们以前更严酷的 这种管制情况下呢 他能够他能够反出来啊 出来 而出来以后啊 到处被人骂啊 我看在推特上啊 很多就是骂骂蔡霞啊 都不是好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以 大家改一下思路啊 能够宽容一下子 能够探索一下子 跟体制内的人 怎么合作 如果八九六四啊 当时的不是天安门 当我们不是 不去指责的学生啊 在那种情况下啊 你很难叫大家 有完全的理性了 对不对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能够跟体制内 他们合作 而且体制内人呢 跟你打招呼来了啊 来找你合作 如果我们能够合作的话 也许那个局面 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也许是个屠杀啊 这个这个后来的悲剧啊 就不会存在 也就没有什么天安门 母亲存在了 一个一个非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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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 现在已经 随着时间了 已经这个这个 留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啊 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群体啊 也许就不存在了啊 是啊 那么回过头来呢 这东西容不容许讨论呢 我觉得应该容许讨论 那么今后啊 既然在海外的民运啊 这种呢 那我们将来探讨 一个路怎么走呢 我觉得下一步啊 你应该 我们应该把这个 很大一步的希望啊 或者什么 寄托内做国内的工作 跟国内体制内的人呢 合作啊 这个这个 使得共产党分化啊 共产党分化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制度也就瓦解了 就瓦解了 是吧 那我说的这个 不合时宜的事情啊 这个 而且海外啊 我们不要搞语言暴力 不要 为别人的话语言禁区 话语言禁区啊 现在很多事啊 海外也有很多 这个这个叫做 政治正确啊 你不敢触及吗 我刚才讲一月六号 你敢说一月六号 是民众的权利吗 是不是啊 那现在这个国会在审判啊 对不对啊 FBI在抓人啊 那么你敢去做吗 不但这个我们从圈子里面的上来啊 把你披的皮肤丸腹啊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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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国呢 别人也会找着你了 现在更是这样的 那个北西的那个 那个输友馆 你敢说是美国人炸的吗 是吧 你也不敢说啊 你也不敢说啊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设很多言论的禁区 我是感到很悲哀啊 在国内有很多言论禁区 在海外同样有这个样子 是我们自己设定 我们应该想一想 这个脑子啊 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子 好了 我就讲那么多了 这个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 我是欢迎大家来批评了 是吧 说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什么脑残啊 被鱼踢了 低文明啊 死光光啊 什么玩意 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是吧 我反正也不在乎啊 或者是把我那个 写的稿 挣点稿费的 那个工作给我拿掉 也没有关系 现在我主要生活 也不是不完全靠杂 但是还是一笔钱啊 是吧 动不动就拨弄人家饭碗啊 就把你饭碗给你打烂了 这个东西也是 也是有点有点什么 反正我没有骂人 我没有骂人 我是从到2020开始 一直骂到现在被人家骂 我不在乎了 我不在乎 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 这退 已经退休了 这个 冯教授 谢谢您给我 给我这个机会发言啊 好 祝你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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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猜的 是 我